我觉得这个跨物种应该就是它这个行为 其实你把它解释成爱这个事情 就是带有了一个人类的一个解释在里面 就我会非常谨慎地用爱这个词 而且对于动物来说 人和动物 就是饲养员和它的动物之间 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权利不平等的一个关系 然后那对于这个动物来说 就是我的衣食住行 然后我生病了 我所有的事情 我其实都需要依赖这个饲养员 那么如果说我讨好了一下你 可能在我的之后的人生之中 可以获得到很多的这个 这个也是解释 但它究竟是不是这样想的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所以就是最后我说为什么要回到人 因为其实人是可以理解人自己的 人是可以沟通的 你是可以知道说对方的一个动机是什么 爱是需要你非常强大 因为首先爱你是暴露了自己最脆弱的一面 只要你爱了你就有软肋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如果爱我的一个孩子 其实是我把我的一个外眼扩展到了他的身上 那他如果受到了伤害 那我也会觉得好像 甚至比我自己受到伤害可能更痛苦 所以很多人其实就是 你需要足够的强大 你才能够去爱 如果说你不够强大 你这种爱很容易变成一种控制 那就是我不让你这个孩子 有一个自由 我就到了你们的领域了 确实有这个说法 怎么讲 就是爱的不恰当就是控制 或者是剥削 剥削 您说的主要是在 比如就是最多件的 我们举最多件的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 就是父母说我爱着你 我打着我爱你的气候 我其实要的是什么 其实要的是你得听我的 我为你好 后面基本上就特别爱强调我为你好 我这是为了你好 后面多半说 那你就应该听我的 但这个是体现了他刚才说的 因为父母不够强大 当然 怎么讲 因为我不强调 你或许就不知道了吧 但是其实孩子 哪有人不知道自己的父母 是爱自己的 知道的 但是很多不确定的 或者是比如他小的时候 他和他自己的父母互动不好的 他就不确定 他觉得我如果不一直强调 我一直我不是一直的在输出 他或许会忘记 我是爱他的这件事 然后就会变得非常的控制 就是你要提出来一个 合理的社交的距离 都不允许被认为 这孩子长大了 他根本不是一条心了 所以其实弱的父母 他或许是非常的爱你 按他的说法 但是他没有办法尊重你 那谈恋爱呢也这样吗 对 爱侣之间更多结 更多结 对 更多结 比如我们俩这么好 你这么爱我 你的手机的密码 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这都是后来发明出来的 跟爱有关系的控制的 那个器具 听着你特别像工具 就是这些 就是比如你的密码 让我知道这件事 是我控制你的工具 是我的一小钩子 就有一个人 突然特别义正词严的说 你不给我看你的手机 你就是不爱我 你觉不觉得你被勾了一下 对啊 那然后这个时候 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是 你假装没听见 装聪 你跟他说 我有一个问题 叫做选择性失聪 因为就这个话题 你说任何的一句话 你只要开始往下说 因为说就是人类 就开始交流了 这也是我们可以 跟动物显来的 我们可以说那么复杂 但是表达的意思 其实还是就那几样 吃 睡 什么 就是这些 对吧 但是人类用语言的 这种小钩子 那还可以实施很多的控制 对 我们往往就很困惑 说你看那个当事人 讲的很有道理 我是真的爱他 我是真的对他好 可是他现在却 这么这么这么对我 就是每当这么说的时候 毕老师他们这种 研究心理学的人 就会说 就是你根本就 你不够大 你不够爱 就是你有那么多爱吗 你爱得起吗 如果你真的足够大 你真的有那么多爱的时候 你再去爱 那个爱 真的爱是白给的 就是我对你好 所以你就得领诚 你就得听我的 就得怎么着 这个不叫爱 这个叫放债 你对人家好 你就是放债 然后回头你就要放债 就是我给你的爱 是有代价的 那怎么爱 怎么可以有代价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是现在经常遇到的 一个讨论的 两人结婚了 家里的钱当然 当然一定要注意的措辞 当然要女的管 这是当事人的叙述 女的叙述是吧 当然呀 我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她的钱在你 她的工资在你那儿了 我们俩都结婚了 当然她的钱在我说 当然 我说所以她跟你结婚之前 她知道你以后会 剥夺她的劳动成果吗 剥夺她的劳动成果 你想吧 你如果换成了这样的说 所有的人都不能接受了 对吗 对 但是呢 如果她说 那以后咱俩结婚了 你的钱可得我管 那为什么你就答应了呢 她其实是在剥夺你的劳动成果 或者从那一方的角度 我在向你示爱 就是觉得 我让度我的自由 让度我的劳动成果 当然 就是可以分享财务 因为我们现在是财务社会 就是可以分享财务 是一种对对方的一种 这个高度的赞同 死个浪送死球 对我就送死球呢 就是说 但是那个死球 是我自己滚完了以后 我心甘情愿给你的 是我在滚的时候 我就说 我打着她的名义 来滚这个死球 对吗 可是哪有几个男人 在工作的时候 是说我是为了她 可以攥着我的工资折 我去挣的这个钱 每天拼死拼活 关键是很多的女性 她是管了钱了以后 你没有权利问 你不可以随便再花这个钱 就是如果你想拿出来 一次性拿出来一万块钱 给你妈妈回去看病 那是不可以的 两人会吵架 就是你答应你妈 要给她一万块钱的时候 你问过我吗 对这个就很常见 因为有的就说 这是一个夫妻共同财产 那么你在花一分钱的时候 这里面有我的半分钱 那你需要征得我的同意 但其实是剥夺了 双方的一个权利 如果你对人家好 是放债 回头人家还得还债 那你就是爱不起 你这个就不是真的爱 你就没有足够多的爱 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爱 白给的 爱是白给的 如果你没有足够多的爱 给不起的话 以后就别给了 对 不要给完了 还要收回来 对 这是在人类关系中的状况 其实说到的 就不够爱 总是要放债 往往是弱的表现 在动物里边 他就是弱的人才这样 我也会想到 比如在人类的 很多著名的事件中 女的会控诉说 这男的跟我谈恋爱 谈了七年 谈了八年 谈了九年 后来他跟我分手了 所以我必须得咬死他 因为他太坏了 他坑死我了 这是现在我不提名字了 什么渣男之类的 但实际上从理论上说 只要没结婚 只要是谈恋爱 是可以分手的 分手不意味着 那个人败坏 可事实上 你又再想 如果还原到 我们的动物处境上说 就是女性的 就是生育成本 就是如果拖 特别多年 她就很难 比如说再结婚 或者结婚 什么生孩子 什么都被耽误了 觉得自己的青春都 回到生物那 她又被耽误了 所以她的愤怒又有理了 就是弱 就是弱者 就容易有这样的 所以如果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特别爱 标榜自己比动物强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你要进化一些 你要怎么样的 就是消除你的动物性 对你的影响 比如对你高级的 这部分的影响 你在分手的时候 你不要过度地强调 你自己的动物性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 其实就是你自己选择 在什么时候 就女性其实是可以 自己选择在什么时候 是的 你可以停止 对 你可以先与她提分手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对自己的身体的一个性自主权 和生育自主权的一个选择 男性其实她是没有办法来控制 说我什么时候要生育 因为子宫不长在她身上 然后所以 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回到动物里面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很多的雌性 它是有一个主动权的 我想交配我就交配了 然后我想生孩子 我就生孩子了 但对于雄性来说 就是生孩子和交配这个事情 都变得非常的不确定和虚无 然后当时我就发现说 总是在交配的 就是那几只公鸡 然后每一次就是一有母亲上来 她就过来交配 然后你就发现 你就以为说 交配在这个鸡群里面 是非常繁荣的一件事情 但是其实就是限制在 那几只鸡里面 就是活跃性低 对 它就少 是吧 对 而且就是像人类 人类用了很多非常道德的词汇 比方说它特别淫荡 你们学术的观点说 活跃性高 活跃性低 对对对 是 我以为我这么说 不会被您发现了 这被发现了 我还挺文明的 就我觉得人类社会里面 对渣男的一个定义 和我们那些公鸡里面的渣鸡 真的就很像 我要请教您 这些渣鸡 它们是更短命吗 这个就是 目前的观测来说 它的确是 就是你消耗的越多 它可能身体的消瘦和虚拖 就特别快 所以那是一样的 对 您知道您刚才说的那种 又弱然后还行不动 又高的那种 多半都死在 就被母鸡手刃了 对 有一种小的那个 孽齿类的一个动物 叫宽族带曲 然后它就是 有一个在繁殖剂里面 这个雄星会不停地 不停地 不停地去交配 交配完之后 它这个免疫系统就崩溃了 所以它就只能活一个繁殖剂 交配完就死掉了 就交配是很伤身体的 就看我们对于 目的的这一个定义 但是它就只生存一年 但是它的这个雌星 它就可以生存很多个记忆 拥有很多个不同的 有点像蜂王那种感觉 是吧 它是公蜂 那是它的工作 所以很多的动物 你说有的也是就 就无性地在生活 好像我们之间 还聊了一个话题 你说好多90后 现在也是这么生活的 我还特别惊讶 对就我看有一些 社会学的一个研究 就是调研说 在同一个年龄段 然后分析这个00后 90后 然后80后 70后60后等等 然后发现其实同一年龄段里面 越往后的一个时代 其实它对于性生活这个需求 其实会更少一些 它性活跃度更下降 就我觉得 这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对吗 对 但我们控制 你们不是说一代更比一代强吗 我以为你们应该选择更多 更自由 但选择更多 所以就是性并不是一个生活的全部 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家庭也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其实可以从其他的很多方面 来寻找到自己一个成就感 和一个意义感 就是说跟动物相比 人更考虑 我这辈子活得怎么样 更复杂吧 就是它要享受的 要关注的东西 更多更复杂 对 它不需要在这一件事上 过于较劲 那他们的情感依托从哪找呢 不是他们 你们 就我觉得情感这一件事情 情感它不一定意味着爱情 就是你更广义上的 你这种爱 你亲人之间的爱 朋友之间的爱 然后伴侣之间的爱 其实都是你生活中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 也就是说性和感情是可以分开的 嗯 嗯 也就是说现在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 他们这个时代 特别爱讨论的面题 也就是男女之间到底 是不是能成为纯朋友 嗯 能吗 当然 我肯定是能 我是 张儿也能 我也能 我也有纯朋友 不是 但是听上去就你不能了 不是 她的意思是说就是 可是她把它当作一个普遍现象来说 对吗 就是从比较多的文献来看说 女性在性生活这一个过程中 其实她得到的满意度 是比男性要低的 可能在过去的时候 就是很多女性会觉得自己有义务 在一段情感关系里面 或者婚姻关系里面 来发生这个性行为 但可能越往后其实会说 如果我享受这一段 享受这个性关系 然后我才去发生这个性关系 如果说我不享受 那我就 你意思是说90后 或者说更年轻一些的 如果这个活跃度不高 是因为这个当中的女性 不想被选择了 就是可能她并不觉得 这一个过程是一个 就是她觉得很愉悦的一个过程 就是以前 以前没有 还真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结论 因为我在做这个婚姻咨询的时候 有很多 现在真多呀 无限婚姻好多好多呀 而且年份都相当长 两三年的这都不算什么 最多的原因 是因为压力高 工作压力 生存压力高 就还真不一定是工作 给您讲一点型的事 就是这个男的他不工作 家里面是女的工作 然后呢 他们是跟这个女的 家人生活在一起 他说就单纯跟他家人相处 每天紧一时 单纯跟他家人相处 我就剥夺了我所有的欲望 耗尽了全部的能量 一种疲累 这也是一种生存压力 然后呢 因为对他的父母没有好感 进而大大的剥夺了 他这个 对这个女的爱意 所以他说我 一天在家里边游戏 我还挺高兴的 我要戴上耳机 我就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然后我一直对着墙 我也看不见什么人 但是等他回来的时候 我就想起 我们原来是跟他的父母在一起 于是 他说我老婆什么罪过都没有 对我很好 但是就是打不起精神 我觉得这种 就算是精神压力 就是代表着现在的生存压力 已经不再是我们过去 比如是因为上夜班 比如上夜班对不上时间 我们的父母会 因为上夜班对不上时间 然后工作时间 大概超过12个小时 然后非常疲累 那都已经是 就是过去的事情了 现在大部分的人都还生活挺安逸的 如果从财务的角度上来说 压力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 不和谐的人际关系 是占非常大的一步 比如两个人多少年 就是说互相之间 没有 没什么话 然后会有人非常堂而皇之地 跟我们说 我们没有什么婚内的交流 想聊天找朋友 那为什么还在一起呢 在一起 那有很多 各种原因 现在有很多 比如有钱的人不离婚的原因 我给您说一个 不想让自己所拥有的财富降级 对 财产分走了 就是原本是 我是亿万富翁 我一离婚 我就变成千万富翁 就像雷尔盖茨一离婚 他老婆就成了第一个女首富 只有莫多克统治是多么的勇猛 离无数次婚 财产不断地被稀释 还在一直结 都得有一百岁了吧 还在结婚 不是九十多岁 现在对啊 不是说最近又要结婚 后来又不结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 像你选的这个专业 非常的冷蒙啊 现在好多就是年轻人 不知道自己该选什么专业 然后也或者找工作的方面 觉得特别卷 你是为了避免卷 选了一个冷门专业吗 就我觉得就是 我算是很幸运的 其实我一直在从心所欲的 在选这些东西 就我本科的时候 对这个 这个女性主义很感兴趣 对婚姻制度很感兴趣 然后对动物的出轨行为 也很感兴趣 然后其实就是 这一个学科 是集合了 这我想学的所有的东西 在里面 然后当时就也没有考虑 什么就业的问题 虽然说后面 确实展现出来了 非常 是找不到工作了 是找不到工作 对 但是我觉得就整个过程 非常的有意思 就我是可以做一些 就这些东西 它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它是在探索 人类的知识的极限 那你们这专业人多吗 专业不多 因为它没有什么用处 对我们那个专业 读着读着就没有了 对我们之前 就我进去的时候 是一个动物学的一个专业 然后在我毕业的那一年 它就变成和植物学 合并成了一个生物系 你们也是弱肉 强势的专业学 所以人类真是一群 实用主义者 但是其实它学的这个 你说它没用吗 我觉得它看见了 好多人性 和这个世界运转的 底层逻辑 无用之用嘛 就是在这些 我可以把我自己 带入大壳 就是比如说 它从开始 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 是对人类不满意 然后它想从动物身上寻找 特别多美好的东西 可是它又没找着 发现动物也乱七八糟 其实很多人类有的问题 动物也有 比如我也对人类不满意 我救助流浪动物 在我们做救助的人里边 有一个说法 说你跟猫狗相处得越久 你越不喜欢人类 其实这是一个 很危险的倾向 实际上 动物单纯 它的爱特别无条件 而不像人类那么复杂 写了这本书 我看完了之后 听它讲 了解了动物之后 我觉得我反而 就非常的释然了 就是我没那么烦 人类的一些问题了 比方说 我看到一个女的 拼命地跟男的 这是我们碰到 经常碰到这种案子 非得让男的给买房 不给买房 我就不结婚 一家子女的跟男的要房 最后别的 这男的买不起房 最后这男的就出去什么 骗去了 就去怎么着了 就这是我们的案件里边 会碰到的 这种时候 我们是非常愤怒和厌恶 那个 就女的跟男的要房 这件事情的 然后我听他讲完了 动物的筑巢 我发现 其实两类的态度 在动物里都存在 就是有的是 必须有雄性动物 搭好了一个巢 然后那个雌性动物 才跟他交配 和在那里面生孩子 养育孩子 所以非得要房这件事 似乎也是我们 动物性里边的一个 组成部分 有依据的 我们天性里边 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但是另外一些动物 他们都是 雌的和雄的 一起住一个潮 他们俩决定在一起 好的时候 他们就会一起 住一个潮 一起住进去 好 这就是我们人类中的 另外一种选择 是我们更喜欢的 一种选择 就是男孩子 女孩子 因为相爱 他们就决定 共同奋斗 努力建造一个家 就是置办一个 婚后的财产 所以实际上呢 当我听完了 动物的这些 不同的可能性之后 我就知道 人类作为动物 我们的天性里 也存着 不同的可能性 因此 在我赞赏 小两口 共同奋斗的时候 我没有那么厌恶 那个女的 要一个房这事了 但动物里 有没有问上一代 要一个房子的 没有 绝对没有 对 所以呢 如果我 我作为一个 人类中心主义者 我为什么觉得 人类还多少 有点好 他的好 是好在哪呢 是因为他就 他会反省自己 他知道什么东西 可能不太好 然后他产生出了 一套文明 这个文明 其实就是对自己 不好的校正 比如对自己 暴力的校正 对自己自私的校正 等等 我们是有一点校正的 就是我们不能做到 特别特别好 但是我们歌颂特别特别的好 我们知道那个特别好是什么 我们也希望自己能成为那样 就是知道好歹 对就知道知好歹 明是非 知好歹 这是教化的结果 对 就是社会化嘛 就是人类特有的那个 就是社会性的那一部分 然后你因为这样 你就知连职 就是连在一起 所以我就说 我因为了解动物 而增加了对人类的 不好的宽容度 然后同时生出了 对人类可以产生出 一套就是文明教化 而觉得还不错 就是我们还不错 而同时呢 又会想到 就是这个社会文明教化 过度发达之后呢 是不是有的时候 会妨碍我们人类的 作为动物性的本能 比方说 就是在你没有那么复杂的 社会运作的时候 你稀了马虎了 就都生了好多孩子 然后当今天 我们这个社会文明 越来越发达 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年轻一代懒得生孩子 这个特别严重 就是人家 就是有的就说 现在我们跟原始的猎人相比 好多东西都退化了 我们的嗅觉 他说原始猎人啊 他跟动物们一起的时候 他可以闻到恐惧 我们的直觉啊 就身为人的这种 动物性的直觉 其实都是在退化 我们的精子也在退化 就是从40年前到现在 那个什么精子的一个 这个浓度啊 然后速度啊什么 都有一个下降 我还问过比老师呢 我说我怎么觉得 我的下意识 直觉能力不太强呢 比老师就说 你的社会化过度了 你的社会训练完成的太好了 你把那个给隐蔽 你的动物性被压抑了 对 就是本来从本能上说 你应该能嗅到危险 然后你跳起来就要作战 但是作为人类 我们经过长期的训练 我们说 我祈祷世界和平 人和人之间相亲相爱 不 我们永远不能对别人怎样怎样 后来那部分就把我们的直觉 要跳起来作战的那部分 给削减掉了 比如我们原本可以评味道 就知道这个人 我跟他交配是不是合适 结果现在没戏了 结果有了香水 现在没戏了 然后香水是伪的 因为它不是真的 我们有感而发的吗 它那个闻出来的味道 是我们的有感而发呀 但是人类的可笑和狡诈在于呢 我们经常在这个两者之间投机 就是当我想要社会规则的保护的时候 我们就说 难道这个社会没有法律吗 难道我们的道德不是这么说的吗 你们为什么不这样执行 你们为什么 这是他需要社会化的时候了 他就变成了一个社会规则的文明人 然后等到他明天犯了 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的时候 他就说 这很自然 因为我们是动物 这是动物性 所以我每次一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就想 您在用动物性梯子辩解的时候 您以后别 以后被人打了不许报警 你强调的可是动物 那可就是弱肉强食 那可就是没有道德谴责 就是没有法律保护你 我看那个动物学界好像有那么两句话 可能跟您这个说的还挺呼应的 就叫做 不要忘记动物虽然不是人 但人是动物 第二句叫做 人对人是狼 就是大口我之前看你好像还有一段 你就说到说 你觉得观测这个动物之间的行为 你觉得性对于女性是不是一种 或者对于雌性来说是一种惩罚 就它老去处处于一个被侵害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在人类社会里面就可能很多女性 我要生孩子并不是说我想生了 而是可能我没有想清楚就生了 可能是我的家人 我的爸妈 然后丈夫 或者说周围影响的因素特别多 年限也比动物也不一样 我们是到某一个年纪你可能不能生了 但动物是 它好像好像生育周期比较长 动物主要是它活得太短了 就是它还没有过这个繁殖期 它基本上都挂掉了 但人活得实在是太长了 也就是说能控制生育实际上是那个雌性的 权力大不大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这是一个权力 够不够强大 对 怪不得在一百多年前人类发明了避孕药 其实是女性 人类女性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这个避孕药 然后呢 你又过早地进入到了婚姻 你就不停地在怀孕生子这个过程 那首先你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医疗上的一个风险 再是你其实是没有办法来完整地发展 你的一个职业的 不停地在这个怀孕和哺乳 现在就有了这个避孕药之后 其实女性的一个生育权 才和这个性行为给剥离出来 它才可以控制自己的一个身体 就是我想生的时候 我去生 那这动物界没有避孕药 那这雌性怎么拒绝怎么选择 它就不交配 就我之前看有一个北极熊 然后呢 它就是经常容易这个受到一个性骚扰 然后呢 它自己又带着孩子 然后它就避开那些很多雄性 去吃饭的那一条河 我宁愿自己饿一点 但是我要避开这些雄性 只要看不见雄性 我就不用交配 我一直在疑惑 动物到底有没有智力和情感 智力肯定是有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智力的一个定义 就是说比如说 你遇到危险 你应该怎么做 然后你遇到一个选择 你应该怎么做 是更符合你的利益的 就是这些东西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智力的话 那你如何来做出这些应对呢 所以智力它一定是有的 至于情感 你能观察到 它们之间的非常友好的行为 比如同类互相帮助 或互相救 甚至不同类 比如一个狗狗 一个猫猫 跟它的主人 有那个特别亲近的那种 那种 就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行为是有的 但是我们不敢用人类的词去说 去解释说 它这个是爱 它这个是什么 人类和动物都共同有一个象群性 就是群居类的动物 它有象群性 象群性它是会为了要增加 彼此之间的这个团结度 然后有一些施语的这些行为 有一些利他的行为 人类也有 就是人类 然后讲的团结嘛 我们要团结 我们为了群体要怎么怎么样 这个跟动物的那象群性是一样的 而且其实就是我在面对动物的时候 我经常会有一种罪恶感 比如说我养一个宠物 我很爱它 但是就是它没有办法 它自己独立的生存 它需要依赖我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不在 或者说我就愿意给它吃这一种猫粮狗粮 然后等等的影响到了它的一个行为 那它是没有办法来反抗的 然后如果它被它的主人遗弃了 它也是没有办法来反抗的 然后如果说我在 比如说我在做这个动物实验 那么这一些动物它也没有说 我自愿来当你这个志愿者 然后让你来把这些操作 施加在我的身上 那么在这个中间 为什么你选择我用动物来做 而不是用人来做 因为你认为人的生命比动物的生命更高贵 那么其实你们就不是一个平等的一个他者 所以我在面对动物的时候 总会觉得其实很愧疚 就是我说我多么地爱你 我把自己描述得多么地伟大 但是其实它还是一种奴役行为 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其实这是人类的自大 是所有的动物 它们都知道真相 它们团结起来 然后隐瞒了人类 因为人类是最弱小的 老鼠什么的都相当厉害 就是我们难道不是被照顾的吗 对 面对动物 大家陪你玩 也是有可能的 对 那是一种哲学思考 但我还是非常理解 共情大可的这种感受 因为我面对动物的时候 尤其是那些流浪猫狗的时候 我心里最常服气的一句话 就是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对动物做了什么 对弱小的动物做了什么 比如对猫狗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为了人类的经济利益 我们人为的繁殖它们 买卖它们 抛弃它们 杀死它们 就是我们确实是做了很多 非常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抹 面对动物 确实是非常愧疚的